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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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 一開始當一個企業 還沒有很好的基礎的時候 那麼就用廣告來狂轟濫炸 追求短力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致命性的錯誤 所以剛才一道都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其實我們搞品牌 首先你不要想打廣告 這個還不是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你要先把你的品牌價值定位 我們不是講的嗎 文化 那麼這一些東西 你要真的抓得很準 你很清晰 你到底在做什麼 你的品牌 那個品牌體驗 你都做好了 那麼這個時候 那麼你花錢去打廣告的時候 你會立於不敗之地 我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過去這五年 我們來回想一下 其實有好幾個品牌 我是不方便把它的名字說出來 不過有好幾個品牌都曾經 洪急一時 有一些甚至是霸佔了整個電台的這個空間 有沒有回想到有一些這樣的名字啊 這五年裡面 六年裡面 你幾乎每三分鐘 你都聽到它的廣告 可是請問今天 這個品牌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品牌 在還沒有 在還沒有開始這種非常 這個積極的對外溝通之前 它首先要有一個內部的審核 你要非常的清楚 你的品牌是經得起考驗的 你的品牌如果通過這種對外的溝通 它急速成長的時候 請問你的架構已經準備好了沒有 那麼這一些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引述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八秒助長 搞起也不要八秒助長 不要說你看人家都是三年就富 我也要這樣 不要 那小弟一個不小心做了二十年 從當年這個人稱少年才子到今天這個頭髮半白 那麼還在 就是從事同樣的一個工作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一件事情做得完美 然後我們下一步才是全球布局 還沒有打好一個基礎 那麼絕對不想那件事情 我覺得這一點還可能是 剛才那位年輕人應該有的一個心態 先把自己的基本功做好 基本功做好了之後 資源自然來 那麼你會有一個感覺 現在是時候把這個東西發揚光大 那個時候你敢敢的投下資源 沒有錢來向我拿 我就是說小錢可以跟我談一下 我對任何這一些很有潛能的企業都很有興趣 有沒有 很多人都一樣 你怕你的企業做得好 人家沒興趣嗎 你需要跟銀行談嗎 你需要跟大爾隆接嗎 不需要啦 就找我們幾個朋友談談就好 我們來看一下你到底是什麼 你很大型的你找談 3 William Chan 談 你那個小打小敲的跟我們談一下就行了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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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